画面中可以看到早上九点多桃源马路上一辆黄色堆高机行驶而过 不过驾驶怎么满脸通红远景赶紧上前盘查 日前卢竹分局巡逻远景发现一辆黄色堆高机行驶于南山路二段 眼前驾驶满脸通红远景上前盘查 没想盘查后发现该堆高机不仅没有申请临时通行证 驾驶也没有训练执照 身上还散发酒味警方对齐实施酒测酒测词达零点五九 驾驶工程自己酒后从工地开着堆高机要到老板家 这个行为恐以触犯刑法最高可开罚九千元 警方呼吁堆高机若是未经申请许可不得行驶于道路上 驾驶及业者应依法申请临时通行证 获益相关规定托运以为互用路安全